海豬島雲破壞 基隆市府前民眾大喊口號 全都是為了外木山的海岸線 為在基隆沿海的協和電廠 與景天海造地蓋起新的第四接收站 環保團體快閃市府拉起布條抗議 為了擋下填海造地的四接方案 關心議題的民眾發起地方性公民投票 由巫黨籍議員王醒之擔任領先人 風頭主文寫著 您是否同意基隆市政府應拒絕協和電廠 含其附屬第四天然氣接收站 於基隆市海岸及海域填海造地 目前已經通過第一階段連數 有一千八百人簽名支持 如果第二階段一萬八千人門檻順利通過 預計會在明年的八月二十六日 舉辦基隆的第一場地方公投 面對環保團體炮聲隆隆基隆市府 也有話要說 如果是把這個公投的題目 擬定成填海跟不填海的 這樣子的聯合對立 我想這樣子恐怕會誤導民眾 那也對於這個 協和發電廠的轉型也不利 市府強調立場一直都是支持能源轉型 會持續要求臺電提出 對環境衝擊最小的方案 如何創造社會共識最大值 考驗雙方的溝通智慧 華視新聞陳怡寧李鴻杰基隆報導 想要獲取更多新聞資訊 想要看到楚國最新的動態 趕快訂閱華視 西部汽車 大人居然不幸 果然不會這種風格 我聽不懂 我們不相信 我們不相信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